12月18日夜间,一场突如其来的6.2级地震打破了甘肃基石山县深夜的宁静,造成100多人死亡。地震为何会发生在这里?救援难在哪? 这里是临夏州基石山县,总面积近910平方公里,常住人口约有24万人,人口密度较高,县城海拔2300米左右。 23时59分,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,一场6.2级,震源深度10公里的地震发生了。 震中位于基石山县柳沟湘,距离县城8公里。近5年来,震中周边约200公里内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24次,本次也是最大的一次。 此次震中人口比较密集,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10个,20公里内的乡镇也有10个。 在一些受灾严重的村镇,比如距离震中约15公里的大河家镇,多处平房倒塌。 当晚最低气温零下13度,很多人从睡梦中突然惊醒,来不及拿起衣物,披着被子跑到屋外等待救援安置。 地震还波及到临省青海等周边省份,青海巡化县清水厢,道围厢,基石镇等地部分居民的房屋出现裂缝,部分院墙倒塌。 明河县关亭镇、中川乡等地受灾较重,造成人员伤亡。 距离镇中约90公里的省惠兰州市,以及距离570多公里的陕西省西安市等地,均有震感。 截至12月19日6时,共记录到余震275次,3.0级级以上余震9次,最大余震4.1级。 灾害发生后,甘肃、青海以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援,并紧急掉拨帐篷、折叠床、棉被等救灾物资、运抵灾区。 由于本次地震发生在夜间,人们都在室内,再加上震源浅,破坏力强,很多人来不及躲避。 天气温度低,穿着较少的人们被掩埋在废墟下,容易导致失温,也增加了遇难的可能。 此外,柳沟乡地形三山两沟,村民房屋多集中在山顶沟底,住得较为分散。 再加上之前的降雪并没有融化,道路湿滑难行,这也为救援带来一定的挑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